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志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施观点评论 李志华观点 苍生无奈塔利班统治阿富汗 一年无成民不聊生 一年前 拜登总统为美国做了一个历史性决定 将在921前从阿富汗完全撤军 以终结与塔利班永无止境的战争 拜登的决定符合美国民意以及国家的整体利益 他也完成了前三任总统达不到的愿望 但他料想不到的是 才到8月中塔利班就兵临克布尔城下 逼退美军提前狼狈撤军离去 留下一幕幕悲哀的历史场景 历史常常是很无奈的 也很荒谬的 2001年因美国发生惨犬人缓的911事件 小布什总统为严惩包庇基地组织首脑 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于是向其发起战争以求公道正义 在推翻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后 美国扶植了阿富汗民选政府 推行民主法制 但塔利班下野沦为草扣后 反抗新政府 并与美国长期为敌 迫使美国持续出兵对抗 但一直无法平定 川普任期内曾向塔利班伸出友谊之手 欲邀其首脑到大卫营和谈 但和谈前夕 塔利班竟又在克布尔发落攻击 于是川普决定取消对塔利班的恩宠 尽管之后又与神学士武装组织签署了和平协议 以结束双方战争 互相承诺不以阿富汗为战地 但双方存在的重重障碍经不起真实考验 终未能让川普在任期内完成撤军 战争是残酷的 美国为这一场耗时最久远的战争 花费了两兆美元 美军与北约盟军与平民散生人数近15万人 最后拜登决定撤退 保全了美国国力 但美军走后必让阿富汗带来阴霾 尽管塔利班向拜登承诺 不会让阿富汗领土再次对西方发动恐怖袭击 但塔利班却迅速武力夺权掌权 以说世人担心的以该组织过往所实施的可怕爆炸 斩首和严苛手段 堪比ISIS 伊斯兰国犯下的严重暴行还恐怖 倒是民主与繁荣必将折损 悲惨的阿富汗妇女恐将沦为塔利班努力 所以阿富汗人民的前途未卜 只能自求多福 如今一年过去了 我们当初的忧虑与惶恐果真一一呈现 根据联合国公布塔利班掌权的一年来 阿富汗一直处于严重的经济贫穷和人道危机 全国有多达95%的家庭 没有足够食物 营养严重不良 2500万阿富汗人生活在贫困中 而且妇女和儿童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限于不自由与无法充分接受教育工作和医疗保健的困境 联合国之言当然信而有征 由于塔利班政权管控媒体十分严格 一年内超过200家媒体关闭 新闻工作人员减少近60% 由于采访环境艰困 外界不容易得知阿富汗的真相 但愿联合国能够发挥人道精神 透过不同管道事实反映 阿富汗近况 以让国际社会向他们伸出援手 并让阿富汗人民感受到国际的温暖与关怀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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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